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據說這是第一次用Teams 讓大家每個人都可以在電腦前面 這個河岸第一排搖滾區什麼的 來看我們這次的演講 那也很高興跟線上一千多位朋友們分享 那在此之前好像已經有過提問單 所以我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大概每一個預先提好的題目 會花可能兩分鐘左右的時間來回答 那有一些不是問題的 比較像告白的什麼的 大家就參考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任何人想要提問的話 那現場的朋友都歡迎舉手 我們看到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拿麥克風提出問題 那如果線上的朋友的話 那我猜Teams也有留言區之類的 那就麻煩我們主持人 就是如果看到Teams上面 有從其他地方來的問題的話 那隨時都可以打斷我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是有追問啊 有互動啊 討論啊等等 都大概到一個段落了 那我們再換到下一個問題 那希望這個時間跟空間結構大家OK OK嗎 好 我們就開始 好 那OK 第一個問題 這個感覺上就是可以開一兩天的seminar的問題 然後我要兩分鐘回答 OK 第一個問題是 以半導業界的一份子 當然會希望台灣甚至台灣的人才或資源都能夠進入半導體業界 讓台灣在半導體業界的優勢能夠更強大 但引力的角度 台灣的人體產業是不是會過於偏重半導體的業界 其他產業 比如像加費性電子產品 链板電動車 或是甚至軟體業的AI以及SaaS 那是未來的發展要該如何去的平衡 政府在整體產業外來的布局跟規劃的 它的方向又是什麼呢 很好好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就是半導體業界並不是單一的一個業界 它是整個supply chain包含軟體跟引體 它的支撐整個supply chain的這個能力 我想不弱於任何其他的一個技術 所以當我們在講半導體業界在偏重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一個偏重的問題 因為這邊多重它就會越輻射到其他的相關的業界去 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消費性電子產品面板電動車等等 它都不可能沒有chip 那而且這個chip也不是完全general purpose 每一個業界都會對這些chip 有一些自己的想像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完整的生態圈 是我們很積極的維護的 然後未來的布局跟大方向 當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們的那個六核心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就是總統第二任的時候 在5加2的基礎上面指出來的 不過我想這裡面有另外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在國際或者地緣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六核心的選擇 在5加2基礎上面 大概都是希望台灣在世界上面更加不可或缺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概念 那當然各位就是讓台灣不可或缺的主要的貢獻者 那這個剛好也是下一題 請問唐鳳 美國是半導體過度集中於亞洲生產為國安危機 積極複製 例如像Intel這些本土供應鏈 讓自己人為自己生產 意味在後全球化時代 歐美各國逐漸向國家安全置於市場效率之上 以避免遭受台灣的地緣脆弱性影響 台積電創立34年以來都沒有見過這個貿易的變局 如何因應可能從目前的上一號 兵家必爭制定下一號幾年 淪為上一號天下圍攻制定下一號 甚至遭美國利用完一腳踢開的變化 天下圍攻應該不是圍攻我們這邊了 應該是別的地方 Anyway 我的OK 那我想從地緣上面來看 確實就是國家安全 現在看起來比市場效率 尤其在後疫情的時代 大家越來越看重 但是台灣的地緣位置 讓我們好比想說美國 我們現在想到兩岸關係 都想到太平洋兩岸關係 就是我們跟美國那邊的關係 那邊的關係 在國家安全的砝碼上面 他們越看重 其實台灣越安全 越不可能被一腳踢開 在市場效率上面 如果純粹看市場效率 台灣也許還有另外一個 或一個版alternative 在某些產業鏈上面 但是如果是在國家安全上來看的話 如果geopolitically台灣失守 好像你要找另外一個地方去取代台灣 我還找不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 為什麼世界上包含經濟學人 這個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或者G7等等 我覺得我們的這些 就是相同價值的 民主政體的外交的夥伴 那由他們來講說 台灣是絕對在國家安全上面 不可以放棄的 而且要必須要非常的鞏固的等等 那我們才可以focus在 就是我們擅長的創新上面 然後我們擅長的這個 台灣can't help 把人道的援助 或者所謂台灣model 我們創新的方式 怎麼樣擴散出去 讓大家不管是對於疫情 假訊息危害的防治 接下來近零轉型等等 都有很多台灣可以貢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專注去幫人家 人家專注說 國家安全上面我們不可或缺 這樣子加起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好的形狀 所以我覺得沒有 所謂一腳踢開的問題 他們越注重國家安全 這個法馬下的越重 他們第一方面 他們也必須要hedge說 他們所謂自己生產 到底他們的那個政治體制 除了在先期的incubation之外 到最後期 到底有沒有可能 那麼多的市場力量 讓國家介入 那二方面是縱使可能 他也必須要hedge 國家安全這件事情 就是台灣對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這個是兩個問題 還是一個 Anyway 您對於台灣的AI產業 有什麼願景或者是規劃 那以及在AI時代 對於人類價值的定義 AI對我來講 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解釋它 就是因為說 像以前講smart city 那我就想說smart city 其實意思就是smart citizen的集合 那如果smart city是說只有這個 好比像說幾個局處首長 或者是市長或什麼smart 那所有其他人都變得比較不smart 那這樣的話 它就不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因為它不是把創造力放到邊緣 就是放到每一個市民身上 而是把它集中 那這個時候我把它叫做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維權式的智慧或智能 那當然這個並沒有說道德上面 一定哪一個好或者哪一個壞 但是在台灣 因為畢竟我們是民主的政體 所以我們當然在試 各種新的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眾智慧的時候 有一些option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做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 像在很多的旁邊的東亞的國家 他們看到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反射性的做法 就是lockdown 那這個也不能說錯 lockdown是有它的用處的 只是說它會造成 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在每一個市民的 跟其他人產生出有機的連結的這件事情 所以collective intelligence就會被影響到 或者是說在疫情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恐慌 對不對 有很多不時訊息等等 那同樣的 我們附近的很多的關卡領域 它的想法就是take down 就是不讓新聞記者發表 尤其是他們對網路的 控制有些本來比較民族的國家 也因為疫情的威脅 所以好像說這個take down 是有道理的之類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因為很多人都還記得戒嚴 所以我自己都還記得 所以40歲或以上的人 我今年40歲 就不會想要回到那個地方 那就像我們在30歲以上的人 很可能還記得和平怨逢怨的狀況 所以也沒有那麼輕易的去說lock down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反射性的不是說反射性的把權力集中 而是我們反射性的避免權力集中 這個是我們整體的特色 所以我們在發展AI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必須要確保說 它的accountability 就對整個社會給得出交代 不是只是對它的開發者給得出交代 那它的所謂的alignment 就是說它是以每一個在使用的人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而不是說我現在戴這個眼鏡 它是為了讓我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說我看一看 突然間冒出一個蓋板廣告 還要從10到10到0才能夠關掉 那如果是那樣子的話 就不是align 對不對 就不是align與我的價值 它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而服務 那如果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的話 可能覺得這好像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我們的 如果要說願景或規劃的話 就是盡量地告訴全世界說 解決同樣一個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運用assistive intelligence assist的對象是什麼呢 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所以augmen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那可以說是我的願景或者是規劃 好 那有一個朋友問說 請問您的人生有沒有在追求心中的理想 那是對於未來怎麼樣子的想像 以及請問 Audrey有沒有過失敗 或者自我懷疑的時刻 如果有 那想要了解原因 以及當時如何調整自己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失敗是越公開越好 就是所謂的fail fast 那這個是因為我是有一個想法叫做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Lennon Cohen的一首詩 那我在翻譯這首詩以前 就是有完美主義的傾向 就是東西沒有修到完全沒有錯字 完全沒有不只沒有錯字沒有融字 好 比如說這個如果有德的那個德 我就會把它拿掉再publish出來 以前我是很講究這種東西的 對 那但是呢到這個 我大概翻譯了那首詩之後 大概十幾年前 我突然之間就有一個新的領悟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些錯字的話 人家除了給我拍手按讚之外 也沒有辦法再做什麼 那就是因為有這些錯字 所以說我們才能夠交到新的朋友 然後才能夠有這樣子就是一個梗 大家會笑一笑之類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每一次的失敗如果越公開的話 那大家會跳出來說 這個做得不好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說 好啊 那開門造句嘛 你行你來 那當然你行你來 感覺是對嗆的那種感覺 所以一定要再多加一句說 你行你來 不行我來啦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整個社會看到一個共同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就在一起去想一些解決的方式 所以對未來想像 我覺得就是越多人能夠一起來想 未來要往哪個地方走 我們這個越來就會越快 從這個地方來臨 而且比較均勻的散播出去 那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子開門造句的精神 大家都閉門造句的話 一方面未來大概不會挑我們來了 那二方面就算已經來了 它也比較難均勻的傳播出去 所以對於未來的願景的均勻的傳播 我覺得比任一個個別的單一的願景 要來的重要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有說我的主責業務 叫社會創新 這就是社會創新主要的意思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想一些新的習慣 新的做法 然後可以來解決共同的社會的問題 那麼就接到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說 資訊過多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對自己的事情的一番見解 然後會覺得一群人說的很對 而另外一群人說的也沒錯 沒錯啊 但久而久之 你這樣講得很好 但久而久之 絕大部分我們在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都不可能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認識 一定是處於一個好像瞎子模式 然後大家要分享自己看到什麼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沒有一定的解釋雖然不是問題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是要有相同的價值 如果沒有一定程度上共同的價值的話 那很容易說這些解釋它就會往不同的方向去發展 那可能只有發散 但是沒有辦法收斂起來 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其實都是在白天 好比像說我們是政務委員嘛 就是要協調不同的部會 每個部會都有它自己的見解 自己的立場 自己的本位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就會被組織改造 會變成別的部會 所以按照演化論下海活著的部會 每個都是能夠自己講出自己的一番道理的 那因為每個部會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價值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碰到一個新興的事物的時候 又有一個剛剛講下 怎麼想完全不同的這個看法或者是見解 那大家可能之前有聽過的協調舞伯的案子 或者是電子競技的案子或什麼 大概都是長這個樣子 電子競技舉例來說 就是教育部體育署說 因為它沒有動到骨骼肌 他們認為動到骨骼肌的才能叫做體育 那所以它應該是一種文化活動 那表演活動 那文化部是說他們管的是親戚書畫 那所以要100年以上的歷史 等電競有100年的時候再來找他們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電腦有沒有100年 所以電競當然應該沒有100年 那所以他們說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工業局就說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選手權益 工業局你要它做那個球場 或者是標檢局去驗那顆球 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從來沒有聽說他們來管選手權益 應該是體育署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常常我們白天 2016年的時候我們就PO在PTT的八卦版 LL版 巴哈姆特 莫柏林伊 雅虎天鏡 我應該還漏了幾個 反正大家就開始討論 剛剛那三個部會不同的見解 那當然一開始都有很多已經 就是有既定的想法 他根本就沒有看這篇文章 他就直接PO的 俗稱帶風向 那但是一開始就是PO了這樣子四個 可能很酸 可能很無聊之後 到第五個貼文的一定都會提出一番見解 而且非常有道理 就是所謂的專業的五樓 因為他是第一個能夠看完的 看完又推文的那個人 所以 對 就是一個domain expert 所以我當時就2016年這樣PO出來之後 就是在應該是PTT 然後就看到說 那他主張因為AlphaGo下贏了人類 而且圍棋都是在線上比賽的 現在 所以他主張圍棋是一種回合制的電競 那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這樣子一種詮釋 因為文化部本來對圍棋 就有很多辦法 所以他只要把圍棋改成回合制電競 然後慢慢再把回合制電競 改成即時電競 那所以這件問題就解決了 那所以我就帶回去問文化部的主秘 然後對 這樣子好像是有道理 好像真的是這樣 對 然後之後又有人PO說 好比像說像有圍棋專班 教育部本來就有圍棋專班 所以他就定義說 如果這是一種表演性質的記憶工作者 那應該是記職司 而不是體育署來管什麼之類 就是說網友真的有非常多很棒的見解 而且因為都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PO的也就是 我一直都懷疑說 那些PO的人其實就是承辦同仁 只是說他在長官在的時候不敢講 所以你知道長官在的時候 署官都不敢提這些主意 但是他因為我在會議上 就說我們會PO到PDT 或者是Mobile 01這些地方 所以他回去趕快切換一個帳號 然後提出真正有道理的見解 我一直都懷疑 但我沒有辦法證明這些事情 但是這樣子真的很有好處 因為這樣子來回協調了三次之後 大家就完全同意說 這是擁有表演性質的文化記憶工作者 對 然後所有的三個部會 都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那後來當然立法院也納入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自己的一番見解 並不是說我多麼英明 我也都不英明 我只是把專業的五樓的意見 帶回行政院 然後把前四樓的那些 就是人身攻擊什麼 都完全當作沒有看到 那所以從行政院的角度來看 鄉民都是非常專業的 非常有道理的 那我們這邊做逐字記錄 我們也給大家10個公眾貼心修改 所以修改完之後才PO出去 所以鄉民也覺得 公務員勇於承擔 這個絕對不會在會議上面 亂開鄉民的玩笑 因為那些部分都被拿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雙向直霸 有建設性的東西留著了 那它也是一種social media 但是是pro social media 就是比較親社會的 能夠共同創作的 這樣一種媒體型態 而不是說大家互相抵銷掉的媒體型態 那再來是我的做法 也歡迎大家繼續踴躍地 當專業的五樓 那下一個問題跟這個是非常相關的 他說常常看到 你在社群媒體上面 的神之回文 借有深度又會寫 還能跟許多網友產生共鳴 很好奇你如何使用社群媒體 安排固定的時段呢 還是隨心瀏覽 怎麼樣才能夠跟網友達到 有深度的互動 卻不會把自己的時間 浪費在無謂的社群媒體 跟垃圾資訊裡面 要怎麼樣做出深度的互動 and 廣泛的涉略資訊 這兩個是可以兼得的嗎 到底要如何做到 可否舉例說明你的使用情境呢 謝謝啊 我數一下啊 這應該是五個問題啊 好 那沒有關係 五個問題一起回答 好 那當然另外一個相關是說 請問你怎麼透過網路 擷取資訊轉成知識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做法跟心得 那大家可能知道 我是用番茄中工作法 就是說工作25分鐘 然後休息耍費5分鐘 然後再工作25分鐘 再耍費5分鐘 然後這樣子四個番茄中之後 休息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那每天就會 大概一起來的時候就先 我是用OmniFocus啦 但是有很多別的軟體嘛 就是比較老派的那種 Getting Things Done的那種做法 就是把能夠切成番茄中的 在一開始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你知道 有點像冰箱拿出番茄 然後切成半小時的小片這樣子 然後每次工作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有壓力 因為其實每一片 大概都15分鐘 20分鐘就做完了 那剩下來的時間 我就是自己做QC吧 就是看一下工作品質怎麼樣 但是不會特別去改作字 反正那個是缺口是光的入口 那但是就是不會在那個時候 跑去滑舟 其實一定要到 然後就是像現在應該已經23分了吧 就是靠近半點鐘 靠近整點鐘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自動的那個 腦裡面的時鐘 現在都不需要 不過翻起來 就已經完全內化了 就是接近25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好了 那現在是耍廢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Social Media 那所以玩Social Media 大概都是5分鐘5分鐘 作為段落完 那做法其實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我會搜尋自己的名字 那或者是說我自己現在關心的一些關鍵字 那我會去搜尋那些關鍵字 最近如果有參加什麼活動 會搜尋這些關鍵字 那我在Facebook上面 是完全沒有動態牆的 我是安裝了一個插件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所以它就把那個feed 整個全部拿掉 然後換成一句勵志的格言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我沒有同文層 就是那個演算法 它沒有辦法真正意義上寄生我 然後從我這邊取得有用的資訊 因為我什麼都看不到 也不會去按讚 我是一定要有intention 就是我想到一個關鍵字 想到一個hashtag 想到看一場直播 想到一個人去看他的profile 這些情況下 我也是把它當作 好像用瀏覽器或搜尋器 這樣子的互動 而絕對沒有 好像我一直畫手機片 手機畫我的這個情況 那我自己對於touch screen 也是非常容易沉迷 所以我是通常都不會去碰那個螢幕 那對我來講 就是我會碰螢幕的時候 只有在zoom in跟zoom out 這兩個動作 都是一秒鐘就離開螢幕了 那其他時間 絕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用一支筆 就是stylist 那我是從pompilot sharpisaurus 現在當然galaxy note apple pencil等等 這些都是一定要有筆的這個裝置 因為有筆的話 是保證我的這個intention 是先存在 然後我才會去碰那個螢幕 那鍵盤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在維持這樣子intention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把自己的時間浪費在 所謂的無謂的社群媒體 的垃圾資訊裡面 因為沒有任何時候是 手機在滑我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兼得的 那最主要的還是每天要睡夠 所以那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那如果有看情字天下那本書的話 最後有一張小卡片 說一定要睡滿八小時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我以前都是躺在床上八小時而已 其實並沒有真的睡滿八小時 那我就發現說那樣子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一定要是睡著八小時 那但是因為其實我行程也排得滿滿的 所以就是要確保說 好朋友躺在床上八點五個小時 但是就一定可以睡夠八小時 那所以就需要很多structure 很多時間空間的結構 去滿足這件事情 而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在我住的地方是完全沒有筆電 所以我是不可能就是回到家裡 然後還在那邊就是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就是睡覺的地方起居的地方 是連手機都沒有 只有一台沒有sim卡的ipod touch 然後那個ipod touch 完全只是用來當鬧鐘 沒有拿來做任何其他的用途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偶爾睡前放一點 就是已經存在裡面 不需要聯網的音樂了 那所以就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sleep tracking啊 鬧鐘等等的基本功能之外 其他是完全沒有3C的產品 那這樣的話只要一睡夠 然後一睡醒之後 其實往往就會有一些新的創意冒出來 那我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也會盡可能在中午的時候 可能6加1加1 6加1.5加0.5等等方式 但一定要補到8個小時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只要是睡前 不管看的什麼資訊 都會有足夠多的時間 去把它在腦裡面變成知識 那如果我沒有睡夠的話 其實很多資訊 就是還是一些fragment 那並沒有辦法連貫的去應用 所以我看書也是這樣子 那我基本上只看電子書 所以我就是把它掃描進腦裡 那也不特別去在腦裡發出聲音 也不特別去打斷它 那我醒來之後 大概就會在腦裡有一個網狀的 有點像文明帝國的科技術的 那個形狀的一個關鍵字組織吧 那但是其實並不是過目不忘 而是就是真的只記的那些關鍵字 但是因為電子書有群文間鎖 所以我隨時需要的時候 我就要把關鍵字key進去 我就回到那一頁就可以 好像de facto做到過目不忘的實質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 是把我的記憶就是L2 cache 全部都往外push進去 那所以我自己的working memory 只需要存那些關鍵字 以及它中間的這些關聯 大概是就是處理社群媒體 以及就是所謂睡前閱讀的方式 好的 那所以下一個問題是說 聽說您睡覺就能夠想出答案 請問睡前需要進行何種儀式 我睡前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而且我打賭你也會做 就是會把眼睛閉上 對那除此之外 沒有啦並沒有一定要做什麼 我剛剛講的都是不做什麼 睡前不去碰觸控螢幕 不去擁有聯網能力的3C產品 不去把筆電帶回家裡工作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這些不做都做完之後 我就不用特別做什麼 我就可以睡得蠻好 然後在睡眠裡面 等於是把白天看到的東西 剛剛講的整理成一個系統 那有的時候它的資訊量特別大 好比像說不是協調三個部會 而是協調七八個部會的時候 那我就得加班 我就得睡到九個小時 那然後或者是說 之前看天能那部電影的時候 睡到十個小時 那睡醒之後 就豁然開朗 什麼都看懂了 不用二刷 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說 這個睡前的資訊越複雜 整理成知識 其實就需要越久的批次處理的事件 那大概都是睡到自然行為 已經很久沒有被鬧中鬧醒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做法 好 那有一個問題說 因為科技的發展 每個人所需要具備的技能 也需要隨著時代改變 下去問唐鳳在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之間 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下一代 應該要培養 或者是具備怎麼樣的能力 來面對未來的挑戰呢 當然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做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時候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做課綱的時候 面臨一個新的狀況 就是我們在做總綱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十二年以後的世界 我們以前做課綱的時候 因為課綱十年一休嘛 我們就是來預測 十年之後的世界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到一五年 做總綱的時候 發現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預測 二零二五年世界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它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mindset 來想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們就可能大家也有聽過 就是SETO說 那我們就不要再去培養特定的技能吧 而是去培養內在的素養 就是core competence 核心能力 那這些核心能力 大概就分成三群嘛 分別是自發 互動 共耗 那自發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有什麼新的挑戰來 是把它看作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這個是一個新的謎團 我們有好奇心一起來解決 而不是說那這個我要跟它遠離 這個摸守成規啊等等 所以就是對新的事物的好奇心 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第二個是互動 因為我們碰到未來的挑戰的時候 其實如果能夠用單一領域或是單一場域 或者是一小群人就可以解決的 其實早就已經解決了 所以我們現在碰到的任何結構性的問題 幾乎按照定義都需要是跨領域 跨場域 跨時代才能夠來解決 所以具備這樣子的跨越溝通的能力 就是變成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互動是第二個核心素養群 那第三個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說每一次有各大不同的見解 會有衝突等等的時候 有點像就是你知道台灣是菲律賓海板塊 然後跟那個歐亞路板塊 會就是一直撞 會出現地震 但是每次地震的時候 就是玉山又往上一點點 所以每年會漲高2.5公分 所以在這樣子的衝突中又可以往上漲 就是不斷向上望 仰望星空 而不是說撞一撞然後就撐下去了 的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把衝突當作是一個必要的 讓大家能夠看到各方的見解的這樣子一種素養 那這個也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國家大概就是網自發互動公號 這三個部分來當作核心素養 那所謂的視性陽彩 也不是說只有在就是人生的前18年 我們也很願意就是把這個convert成終身學習 透過像大學的就是大學社會責任 社區大學 很多終身學習的系統 現在也都去跟我們的國教階段 不會像以前那樣適配 就是專門做國教 然後不去碰高教 不去碰中身學習 因為現在在國教階段 不管是以前的地霸捷課 社團 社區服務等等 現在都已經全部整合到所謂的政客裡面 那這是另外一個制度上的改變 就是我們從以前的鋼性課鋼 就是每個學校指示教育部的執行單位 變成每一所學校 其實有它自己的課發會 可以因地之宜的去置頂 好比像說電競專班以前就很難設置 但是現在非常容易設置 或者是哲學課 或者很多他們看到新興的這些一體出現的時候 它結合它社區的力量 這樣的話小孩也可以在比較小的時候 就學到說它學到的東西 是可以跟社區一起共學 那這個時候跨場與跨時代 這兩個部分才有可能去達成 那有一個問題說 對於高房價跟年輕人的影響 應該要如何化解年輕人對高房價的憂鬱 其實跟大家分享 其實中年人對高房價也是憂鬱的 這個並不是特定年輕人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裡面從這個需求跟供給端來看 擴大供給端然後分散需求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必要的事情 那台灣其實就是你把人平均分散的話 其實每個人可以住的面積並沒有特別小 但是現在當然很大的一部分的問題 是因為就是高度都市化的關係 所以大家會去那些特別高房價的地方 但是這個狀況正在翻轉 那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去很多非六都的縣市 那他們都告訴我說在疫情的那一年 他們本來要花非常大的成本 才能夠辦國際會議 因為尤其如果他們離桃園機場比較遠的話 因為國際的一些比較大咖的講者 教授們什麼之類的 他by default就覺得說 桃園機場是連到台北 那然後只有這個area對他而想才有意義 那他在腦裡面 當然就是theoretically 他知道說高鐵到高雄其實很近 比到比較說宜蘭可能還要更近 那但是他腦裡一直不會有 就是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如去體驗一下高鐵吧 的這個想法 因為就是他的習慣 以前還沒有高鐵的時候 尤其他如果比較資深的話 就是會形成這樣的習慣 那這個時候 這些偏向的朋友們會問說 那我們就用視訊吧 那他如果是資深的決策者的話 他10年前或甚至20年前 曾經用過視訊 那時候非常糟糕 見面三分請 這個視訊要倒扣一分請 所以他是絕對不會用視訊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很難辦起國際的會議來 那但是在疫情的情況下 這個就翻轉了 大家發現說手上有一個手機 立刻就可以就是視訊也有個兩分請 而且見面要戴口罩也倒扣到兩分請 根本沒有差別嘛 所以就是說資深的決策者們 現在是很願意視訊 發現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腦裡那個快取把他清掉了 那二方面是說那反正是視訊 所以他只看網絡的速度快不快 其實偏向網絡速度更快 因為比較少人去分嘛 然後還有就是越偏向越先進 很多5G建設4G建設 本來就是在他還沒有market sense的時候 因為要make social sense 他的我們按照憲法 政修條文 這個就是政府必須要做的健康權 學習權的通訊權等等這些 都必須要寬評才能夠達成 所以在偏向的這些地方 比如說原住民族的文件站 數位機會中心等等 現在的就是寬評連線基本上不是問題 所以他們就可以真的辦得起 這些比較國際性的活動來 那這個如果長此以往下去 我想疫情一時半刻 在全世界可能也不會結束 那就算結束了 大家可能也回不去 就是不會回到以前那種 覺得視訊很困難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theoretically 我們就不一定都要住在大都市裡面 那大家都可以去調一些網路 能夠取代馬路 尤其是如果你的興趣是 就是爬山或衝浪的話 那應該是就是往爬山或衝浪或食物 比較好吃的地方移動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憂鬱的可能性 如果有爬山又有衝浪 然後又有好吃的食物的話 要怎麼憂鬱我也不是很確定 所以就是說那個生活環境的生活品質 可以提高了 那但是絕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都還是可以透過網路來達成 那去年就25萬這個回國的 就是台灣的朋友 以及2000多個拿金卡 從來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他反正他的公司也變成telowork了 他might as well挑一個食物好吃 網路快爬山重浪的地方來工作 那這個已經變成一個新的好像顯學一樣 那一船是十船半 所以我是覺得透過這樣子一些新的文化吧 那我們才能真正從 就是供給端的分散 以及需求端的分散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有一個這個感覺上也是要花一兩天講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可以非常快速地講 說請問架設口罩系統的新的或是經驗分享 從政府系統到建範好實名制止的整合 再到口罩配送 超商取貨或收費從規劃實行 分為哪些層面已經遇到哪些困難 第二個 結合民間高手整合口罩地圖 顯示各店家的口罩剩餘數量 是否有開放自動庫的部分資訊下 反給民間高手使用 有待後續的系統維護分工為和 到底是由政府機關還是民間開發者維護 是一起維護的 那這個因為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我想還是用簡報好了 好 那首先就是說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其實口罩實名制的最主要的工程 其實是陳宇軒跟方其太老師 那這兩位朋友是公衛學者 他們在去年1月31號的時候 曾經來行政院給過一個talk 那天我剛好就是有別的事情 我沒有在他們的talk 但是當時的副院長陳希麥老師 聽了之後 就是非常的impressed 所以他把我找去副院長室 然後就napkin 然後不是napkin 但是就是桌上便條紙 他自己拿鉛筆 手算了一次相同的model給我 所以就是一時之間隔遠都知道 他們的這個talk 這個talk是什麼呢 他們就是用數字模型 跟當時好像意大利跟武漢的一些數據 算出來說這個新型的傳染病 姑且叫做SARS 2.0好了 跟1.0相比的話 他的R值是特別高的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達到四分之三的人 都戴口罩親洗手的話 而且這裡講的是任何的規模 意思就是說不是只是全國平均來看 而是說每一個行政區域 甚至是每一個會議室裡面 都必須要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親洗手 如果能夠均勻的達到四分之三的人戴口罩親洗手 那R值才有可能降到低於1 也就是說不會進入社區傳染 那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數字的話 就算我們的contact tracing做的載號 test and isolation做的載號 一定會有漏網之魚 只要有一兩個 那瞬間就會進入社區傳播 然後封城大概是無可避免之事 那這個是一開始就有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 share value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value是可量化的 但一下子我們所有隔月腦裡 就裝了75%均勻的coverage 這個就像那個靜靈轉型 靜靈碳排一樣 就是說有這樣子一個共同的價值 其實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樣到那個地方 但是至少可以確保說 我們每個人在往這個方向 做嘗試失敗的時候 大家是容許我們公開我們的失敗 而且大家趕快想出一些比較好的方式 來讓這些失敗不會發生 那在治理技術方面 當然運氣蠻好的 就是我們有很好的govtech的團隊 那這個是健保署 他們就像剛剛講到的 因為醫療權健康權是憲法保障 所以已經超過90%的藥局藥室 其實都有光线網路 連到健保署 那所以我們在當時 其實這不是我們第一個案子 第一個案子是在便利商店 因為當時雖然藥局跟便利商店 在1月底的時候都有 但是只有便利商店 立刻就有實名制的infrastructure 就是寄名式的悠悠卡跟一塔通 然後還有行動支付 而且那個是不用特別寫程式的 其實只是把各個便利商店的 在支付那一段稍微串接 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完成這一案 那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踩行這一案 是因為我們有相當好的理由 相信在相當多的行政區 其實並沒有四分之三的人 有用行動支付或者機名式電子支付的習慣 那我們如果要在兩個月之內建立這個習慣 我們大概很難就是全國均勻地建立這個習慣 那只要有一些地方沒有建立這個習慣 我們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踩行那一案 相反的因為很多長輩他有連續慢性廚房錢的 取要的經驗 所以在地的鑰匙講話他是會聽的 那而且我們也可以說很少年輕人去上班 然後把健保卡交給長輩幫忙排隊幫忙拿等等 所以雖然他看起來是比較無效率 但是他真的是比較均勻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說 那我們就把他model after連續慢性廚房錢 這樣子省下來的那個成本 就是省力才能安心嘛 就是你省下來他的重新學習性的習慣的成本 這樣的話他就比較安心 比較安心就比較多時間聽藥師說 那個你如果不洗手的話沒用啊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他才比較願意傳播給其他人 讓大家也能夠省力 然後再傳播讓其他人能夠安心 所以省力跟安心之間的交互作用是最主要的 那但是當然就是台灣是非常有創意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台南的兩個這個公民科技的開發者 就自己寫出了這個超商版的口罩地圖 任何人都可以運用群眾外包的方式 去地圖上面tag說哪些地方已經賣完 那些地方還沒有賣完嘛 那但是當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同時這個藥師也在進行一場社會創新 那有一個什麼年輕藥師工會之類的 他們有一個群組 那同樣是2月6號 他們知道要有口罩什麼意思上路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iPhone的序號還是什麼 就每個人都可以去印一些號碼排出來 那印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快速消化掉那個排隊 也就是說如果他早上7點鐘開始排隊 那7點到9點 那他就發完號碼排之後就說 好那我們今天的口罩就已經賣完了 但是健保卡其實是放在他的櫃台的 那他在中午的時候慢慢來刷這個健保卡 這樣子的話他9點到中午還可以繼續執行 他平常就是幫社區賣藥的這個服務 而且他告訴這些朋友說 等到就是班完你下班之後 已經就是不需要排很多隊的時候 再慢慢的回來 然後拿這個號碼排去拿 就是你自己本來壓在這邊的健保卡 然後以及你的那個口罩的配額 那所以這個號碼排的制度 跟這個這個口罩地圖的這個制度 這兩個當然都同時是非常有效的 那但是individually他都可以省時間 但是兩個如果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話 那就好像可樂碰上曼陀珠 那就是會爆炸 那在我附近就有一個藥局 他就在他的門口貼了 不要相信App驚探號 驚探號自己一張A4值 所以真的很大的字 就是你走到旁邊就會看到 不要開聽的那個字 那為什麼他這樣講就是因為說 因為他從7點鐘到8點鐘 他號碼排已經發完了 但是因為他還沒有處理那個健保卡 所以他在口罩地圖上面看起來 就一片都還沒有賣出去 那所以一方面他會被電話會被打爆 因為看起來就是好像他還有嘛 那為什麼還就沒有呢 那而且那個來排隊的人也會說 你是不是暗槓口罩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在中午看起來全部都賣完了 很可疑啊之類的 所以就是造成他們這個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省力安心 這個省力必須是均勻的省力 不能是說一部分的人省力 一部分的藥室省力 但是兩個加起來的這些藥局就非常費力 所以剛講到公開失敗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當時就很公開的承認這個失敗 我們既沒有去選一邊站說 好那這樣藥室不能發號碼牌 這樣我們就完了 那或者我們也沒有說 民間就不能30秒取得一次API 我們每天再給你一次 這樣我們也完了 因為其實我們政府的公信力 是比不上社群跟社區的部門 這個是台灣的現狀 我們就大煩惱承認 所以我們就打不過就加入 所以怎麼打不過就加入呢 就是我就深呼吸一口氣 強化了一下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走進了那個 就是門口有貼那樣子的Banner的藥局 然後呢 趕快去拿一些東蟲下草什麼的 然後 然後去跟藥室這個 就是說抱歉 然後那但是 因為開門招局 所以開門招局有一個關鍵字 就是我就跟藥室說 那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沒有招數了 然後他就說 那他就是回去跟他的其他藥室們討論一下 然後當時我們已經deploy了一些 好比像說在口罩的地圖上面說 7點到9點開門 那傍晚5點到7點才拿口罩 但一方面大家不會看那麼多字 那二方面就算是他有看這些字 他到8點半來的時候 他還是會罵藥室 所以其實藥室當時是非常的困擾 那但是我就說 好了那你只要提出好的解決方案 那我下個禮拜四 因為當時我們每個S根本 我一定採用 可是我現在想不到 所以大家幫忙想吧 然後我隔天再回去那家藥室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A4的那些紙 全部都拿下來了 但問題是我們什麼都沒有做 那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進去就問 然後他就很高興 心情非常好 然後就說我們找到一個方法 我們這個好像白帽駭客一樣 駭進了我們的系統 他找到一個系統的漏洞 就是當他每天早上 進銷唇那個系統進 好比像說200片口罩的時候 他發現前面可以放一個負號 不是他發現 他群組裡面有人發現 那所以他只要進付1000片口罩 那他的庫存就會變負的 庫存變負的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是他客戶要賣給他口罩吧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吧 那但是總之我們的API 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任何一家藥局的庫存是負的 他就會直接從地圖上面 立刻就消失 30秒之內就消失 就好像隱身斗篷一樣 然後他還特別說不要跟指揮官講 因為他很怕這個機關署去找他算帳 like literally算帳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不會跟指揮官講 但是我有提醒他 你要記得衝政 什麼叫衝政呢 就是晚上打烊之前 你要再掙一錢回來了 因為不然他隔天 還是不會在地圖上出現 這樣子這個機關署很快就會 就是找他麻煩了 那所以後來我真的沒有回去找指揮官 我就跑去找證明書說 那我們不如就formalize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那個負號的問題修掉 還是要修掉了 但是我們就加一個就是隱身斗篷的按鍵 他只要按這個鍵就可以 disappear from the map for the day 就是說他那一天就不會在地圖上面出現了 那後面用的那個程式就是沒有辦法處理負號的那一部分的程式 所以我們就把負號的這部分拿掉 但是本來這些鑰匙要起負號那個畫面都有一個 那我按一下就隱身 我花蠻多時間講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就有點像那個板塊碰撞 但是遇上往上還不要往下的這個情況 那當我們就是有了這樣的做法之後 忽然之間鑰匙就都沒有在跟這個口罩地圖的朋友們吵架了 那他們也發現說就是即時的隱身之後 那在前面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來處理健保康 因為他們本來設計這套系統是因為 連續慢性處方前每一次的讀取跟寫入的速度有點慢 但是我們加速了這個系統 所以其實也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慢慢的要去也不一定發號碼牌了 然後這個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所以這個就是到公同目標之前 Mutual Trust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位叫做卓志願 那他是2017年在我們的公共偵測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重運平台上面有一個提案連署案 那他的連署案的那個題目叫做 暴血燃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的酸 PH值好像低過零 PH值應該可以低過零 就是底下的留言都是說財政部長立刻要下台 或者是官網網路無能什麼之類的 發生非常非常酸 那為什麼是因為2017年5月的時候 其實報稅大家就已經心情有點不好了 那但是又發現說 Oracle把Java Output停掉了 所以說如果你是Mac或Linux的使用者的話 本來還可以很痛苦的報稅 現在是很痛苦的沒辦法報稅 所以是雙倍的痛苦 那所以當然就是會要爆炸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我們就有一個開門造劇 旅行來的一個活動 就是任何在網路上面罵財政部長的鄉民 都會接到一張邀請函 說那大家下個禮拜就要來財政部資訊中心 我們一起來設計出明年的保險軟體 那當時因為我們在推行一個新的做法 叫做API First Procurement 就是在每一次做資訊軟體採購的時候 系統整合廠商它都必須要就像以前承諾 如果說盲眼人也要可以使用 而且它不能特別說我們前去做盲眼人可以用的版本 一樣它也必須要做一個機器人可以使用的版本 就是說OpenAPI的那個部分 所以任何人可以讀取寫入的部分 它都必須要能夠讓機器人能夠讀取寫入 不然就是歧視機器人 我們不是這樣寫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是少數當時從一開始重新設計的時候 就是用API First的方式去想的一套程式 那當然體驗蠻好的 大家今年應該有試過 就是手機免讀卡機報稅嘛 其實體驗蠻好的 那所以當時我們就腦筋馬上動到 這個API First的系統上面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跟我們說 如果他沒有跟長輩一起住的話 那他下班的時候藥局就已經打烊了 所以我們就改了這套保守軟體 也是只花了大概三天改一些參數 把API接到一個不同的前端 就是健保快一通上面 我還下去寫了兩天的程式 然後就變成了 就是你可以用健保快一通直接預購口罩 這個又把一些朋友的沒有辦法去排隊的問題解決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均勻的擴散的這個問題 這是高華安立委 高華安委員 那他質詢我們陳松部長的時候 他的背景是OpenStreetMap 就是很高興看到OpenSource出現在我們的立法院裡面 那OpenStreetMap它的這個趨勢圖就讓我們看到說 雖然我們乍看之下 在吳卓委或江明宗的口罩地圖上面 他的人口中心區域或者城市啊什麼的這個區域 跟藥局的分佈啊幾乎是完全就是match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我們覺得這個均勻分佈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呢高委員就指出這事實上是data bias 事實上是這個以城市為主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直升機 所以就是說地圖上的直線距離 跟你實際就是你要花在 特別是大眾交通藝術工具上面的時間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工序是不均的 我們不能夠只去看那個起頭式的平等人口的 集中區域的平等等等 那他講了這麼一堆 然後我們的那個指揮官聽了之後 他就說委員教教我們嘛 那所以這個他就好像不得不教教就是我們 所以真的他就跟open stream map的社群 都po了很多非常具體的做法 然後我們24小時之後就全部都才拿 然後包含就是distribution的方式啊 預購啊什麼全部都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每30秒更新一次的API 不是只是讓大家知道就是透明的 我們沒有作假等等 而是他可以讓我們真正有data bias的時候 整個社會有一個共同創作這個空間 而且也給一些新創的團隊有很多發揮的舞台嘛 這個是葉安科技喔 那他們本來就是做販賣機的自動化 那所以他們就去跟健保署去請了幾條VPN的專線 讓他們的每一台販賣機都相當於一台藥局 所以他們就讓藥室的工作可以自動化 然後透過感應然後健保卡查卡的方式 去做成的這個身份的驗證 那真的非常棒 然後台北市的那個智慧城市辦公室 那也就是協調包含健保署需要那個資安的檢證啊等等 都幫這些新創的朋友們吸收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他們的這個模組 一下子要傳到全台灣的販賣機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當時我發現有這件事情之後 因為健保署長當然有跟我談資安的狀況嘛 我就發現說那其實既有的便利商店 其實你不用每一台都去改他的電腦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端末而已 它其實真正意義上四大超商只有四台電腦 就好像提款機一樣 所有的這一萬兩千個其實都只是它的Terminal 所以你只要把那四台中心的電腦 簽專線區健保署等於四個超級大藥局 然後有這個一萬兩千個藥室櫃台的這樣的做法 其實瞬間就可以在超商也可以完成這個訂購 那我們當時呢本來還很有創意 覺得說我們可以把實名認證跟匯款放在同一棟去解決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那個案子是 透過一個就是ATM的替款機 你只要插入金融卡 是入密碼賺52塊錢去機關署 那個收條就可以去櫃台 然後去完全預購口罩的動作 那我們當時也是就像當時的那個 就是我們Deploy行動支付一樣 這個應該是改一小時的程式就可以了 但是呢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會就是回去淡水這個拜訪我阿嬤 我阿嬤88歲了 那然後他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對他年輕了77歲的這些朋友 像這位是楊奶奶 他的年輕朋友之一是社區的KOL 就是每一次去這個禮家裡 大眾運輸工具可能要15分鐘的地方排隊買口罩 然後都怨聲載刀 就是一直罵政府的這位朋友 那當然按照這個你行你來的精神 我們就是特別應該要邀楊奶奶來做Focus Group的測試 所以在當時我們還沒有上線之前 我就邀請他來做測試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insight 他說如果要用金融卡 他不是沒有金融卡 如果要輸入密碼 他其實記得密碼的話 那他寧可去要去排隊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那個165反詐騙的那個貼紙 他腦裡面就會一直腦補好幾個0 在那個52後面 他明明是52 他會看成52000 他會怕說他多按一個0 就轉出去了 那這個就是說省力跟安心 他是不能夠互相trade off的 雖然這真的很省力 但他只要不安心 他這個不安心是會擴散的 剛剛有講他是社區的KOL 那所以他就會發動這個抵制 然後大家都回去藥局 然後我們這個 好不容易從燕安科技學來的這套做法 就一點用也沒有 那所以我就一樣嘛 就是你行你來嘛 那說楊奶奶你是我的話 你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我要數52塊錢的銅板 然後到這個超商的櫃台結帳 然後呢 而且我就是預購口罩 那我應該可以同時拿我上個禮拜 或上上禮拜預購的口罩 應該是N加1了 不是N乘2等等的做法 楊奶奶非常有智慧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把 就是提款機那一個案 整個撤掉 然後全部都變成用簡報卡 然後到櫃台數通版 當然也可以用別的方式支付 那花了很大的力氣 才說服四大超商 因為這個真的很麻煩 對 然後總之 但是這個就很有用 因為他就會告訴他的年輕朋友 66歲的那批人 那又會告訴他們年輕朋友 55歲的那批人 所以就是說他一旦安心 就會幫助其他人審理 然後又會幫助其他人安心 幫助其他人審理等等 所以我想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說 我們其實並不是在任何一步 去取代前面的任何一動 我們一直到說 可以在超商預購的時候 健保快樂通也沒有省掉 健保快樂通還是有千萬人下載 那健保快樂通推出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去把藥局的櫃台廢除 因為你如果去廢除的話 乍看之下是追求效率的 但事實上是讓一部分人不安心 所以我們每一步都是讓更多人安心 然後讓他們再幫更多人勝利 而不是說讓前面的人不安心 去換取新的一批人勝利 所以到最後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而職業很均勻地 調到一以下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在推特上面開始tag我 所以我就接到一個tweet 當時是說 那我已經口罩夠了 我希望把我沒有領取的配額 能夠去貢獻給全世界需要人道援助的朋友 你會幫我實作這個功能 所以我當然可以 所以就立刻實作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讓我健保快樂通的下載量 從疫情前的有沒有一百萬都不知道 到現在變成一千多萬了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 他就算沒有用他來頂口罩 還是願意已經超過七百萬片 透過健保快樂通 現在還是有這個功能 把沒有領取的這個口罩配額 要求外交部必須要送給 就是世界上任何需要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重新定義的 就是我們台灣對外的 這樣子溝通的方式 以前每次到WHA前夕 都是台灣 needs help 但是這兩年因為像這樣子的一些公民的行動 都變成台灣 can help 然後 let Taiwan help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這個朋友的問題 就是在每一步裡面 我們這個API底層都還是 當然GovTech去做 但是每個應用層都是Civic Tech的朋友去完成的 好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進入快用快達的環節 因為只有五分鐘 台灣發展自駕車最大的困難點是什麼 是系統可以解決還是必須要其他方式 當然大家都知道自駕車最困難的問題 是社會的接收的程度 所以我們如果在發展的時候 每一步都讓大家更安心 那這樣子的話才有可能 下一步讓大家更省力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自駕車 都是在好比說軟體定義的軌道等等 或者是非常低的速度 根本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等等的這兩個情況下去完成 因為這兩個情況下 如果發生任何事故 他不會去關那個自駕車 然後接下來就是如果旁邊的環境 再進一步的好比像說 透過一些新的通訊科技 讓大家知道說 它是在高架上還是平面上 然後高架上面 也有它自己專屬的車道 或像現在是公車專用道 等等的這些方式 那每一個方式都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真的可以安心 可以安心 那這樣雖然每一步看起來都很慢 但是其實是想不快跑 然後到最後 大家就比較能夠開始接受 自駕車的一些情況 大概是這樣 那Fortel格號事件 有沒有可能在鐵路附近 邊坡這些地方 去放異物的偵測的Computer Vision 可以這個年底之前就會布 相當多個這樣子的Sensor過去 那或者普悠瑪號 有沒有可能在它的頂端裝攝影機 然後去主動介入 這個確實是有這個技術 那當然一方面是說 那個駕駛必須要習慣這件事情 那二方面是說 它的那個就是False Positive Negative 這兩個應該要tune到很好 因為如果沒有tune到很好的話 那有的時候會重演就是什麼ATP系統那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它一直造成駕駛的干擾 所以到最後就會被忽略掉或者是關掉 或者是怎麼樣 你怕變成不能關 那就有事沒事 列車就會停下來 所以就是說它的這個tuning是非常重要 但是在現在的很多台鐵的改建上面 他們現在也慢慢把鐵道 好像不能叫節彎曲直 應該不是這個概念 但是就是說把彎道比較彎的地方 變成比較直的地方 那如果比較直的地方 再加上一些V2X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有可能 因為你可以用LIDAR什麼 看到比較遠的地方 那比較遠的地方司機自己看不到 那他比較願意交給他的副駕駛 那他自己也看得到的地方 然後機器還就是偶爾會判斷錯誤 那這樣子對司機那個省力跟安心 兩個可能都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要有一些測試場域 然後慢慢ETER 但這個思路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想請問有沒有可能 這個以引導學生發揮潛能 而前提開展 確實就是所謂失心陽彩 自發互動公好是這樣子 那但是升學率好的私校 這個朋友認為是在開倒車 我自己當然有個主張 就是說18歲的時候 應該是不一定要去念大學 然後當然我自己連高中都沒有念 所以這件事情是說 因為我們以升學作為目的 很多是建立在之前的一個事實上面 就是20歲才成年 所以到18歲的時候 小孩必須要聽爸媽的 因為他如果不想要去念某一所大學 或他根本就不想念大學的話 他的話語權是非常有限 他要做任何事情都要爸媽簽字 那但是我們在一年多之後 這個狀況即將迎來改變 18歲就是成年人了 所以任何高三代學生 以後就跟歐美國家一樣 就是爸媽只能用好言相勸的方式 而沒有辦法用任何高壓的方式 因為就是一言不合就成年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dynamic要先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身學理好私校等等 就是如果家長有些比較的心態等等的話 他離那個小孩中間的那個 不安的情緒的傳遞的那個兒子 才能夠低於一了 就不會變成說 家長自己的成就焦慮 這個傳到小孩身上 但只要還是20歲成年的話 那我覺得是 就是這個dynamic就會一直保持下去 不過好在現在應該已經進入預告了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在一年多了 我們就會有一個新的dynamic 可以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家裡小朋友比較內向 學校遇到一些不容易解決的事情的話 那在家自學是不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有沒有什麼其他路可以走呢 其實自學並不一定是在家自學 個人自學其實是少數 那大部分是團體共學 或者是機構的實驗學習 那所以如果有就是共學團體 或者是機構的話 確實是可以考慮一下 這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說 如果小朋友比較內向的話 那你也可以跟學校 就是實驗教育是光譜在這邊嘛 也有可以教育實驗嘛 就是說你可以像我以前 在小學掛學級的時候 其實一個禮拜我會挑 就是我比較不會被霸凌的幾堂課去 那然後其他的部分 我就自己安排時間 那現在其實在新科崗底下 有越來越多的這樣子的彈性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一定要一下子就走到 完全自己安排 等於是我們寫好的課綱 然後竟然你要自己寫一個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時間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團體 機構 在掛學級在學校 然後還是部分時間區 聚業教育實驗等等 現在是一整個光譜 而且其實實質教材教法 現在都是共通的 因為在就是最近幾年的 就是實驗三法修法等等之後 其實現在在體制裡面 老師也很想要試很多這樣子 像夢的N此方社群等等 所以體制裡面老師 也有一些可以去做這方面的轉介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悲觀 那也可以透過像輔導老師的系統 或者其他的就是共學的社群 然後找到一些比較 就是階段性的這個解決方案 那小孩比較有自信 比較喜歡自己 而且也知道說欺負他的話 是別人不對 不是他不對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再花多一點點時間 在體制裡面 這個都是每個家庭可以自己決定的 老舟的護證系統有沒有更新的想法 有 有更新的想法 而且正在更新 那以及如何更新呢 當然就是一部分是可用性 可用性的更新已經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講比較API first 就是它的應用層 跟它的基礎層要分開 這個是大概最近兩三年 就是都有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大概不可能10秒鐘回答 但是就是我們其實所有相關的一些技術文件啊等等 很多都是開放的 甚至在我的3月平台 也有我協調這些系統 那缺乏博士畢業生的情況 要怎麼樣維持高密度的科技跟技術開發的優勢呢 我覺得一方面當然跟學校 就是透過新型態的創新的那個實驗 現在大家都很期待嘛 我們怎麼樣short cut學識變成博士 等於就是這個絕對高教的課 剛剛也可以自己來 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跟基友大學這樣合作之外 其實現在實驗教育三發也已經可以辦到大學了 那實驗大學的話更是可以自己完全說 那我這個實驗大學就只offer這個碩士學員 或者這個博士學程 那這個是完全不用管現有的師資等等 它這個需要的籌備期就比較長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正在往這個方向去想 但他們目前還是先prefer 跟國內幾個殖民大學先釋出一套教材教法之後 之後再往實驗大學的這個方向去走 那最後是說 Please render a picture of 蘇維基 說社會上去聽人真是geopolitics and the Taiwan and the world 2030到2050 這個要我用-10秒鐘來講 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不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的Twitter 我的Twitter最上面就是pin起來的那個tweet 大概就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的基本的願景 那所以我現在就念一下這個tweet 然後就結束這個會合 那所以我的job description是長這樣子 他說 好 我們再次熱情掌聲謝謝 謝謝 我們眾望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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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